如果三爷不是第一的话,我想没人能敢当第一了吧,毕竟八块腹肌并不是摆设,能够超越三爷的女主也是寥寥可熟,甚至很多男主都自愧不如,不要看三爷一直都很强势,三爷软起来血包都救不回来, 艾伦也是好福景,得了三爷幼的冰场,以后再也不怕被欺负了,能力指,战力时速的九,谋略八特殊属性,关心家人时评价A家,我在这个世界还有地方可以回去,艾伦,只要有你在,我就无所不能,这一句话也是经典中的经典,这种超越恋人般的感情,也是相当令人敬佩,反正我是占艾力党的,如果我是艾伦的话,早就把三立去回家了,希望艾力党看了手下留情, No.2赫里斯塔兰斯,如果说三立是女神的话,有人会有所不服,那如果说赫里斯塔是女神的话,应该没有任何意义了吧,不幸可以去百度一下,晋级的巨人女神,赫然出现的就是赫里斯塔兰斯的个人业,说明他才是真正的公认全名女神,虽然波克军委屈他,把他放到了第二的位置,谁叫三爷那么强势呢? 而赫里斯塔也是带着天使气质的人,光是看着他都能给众人带来治愈的光辉,再加上他的金发闭眼的外表,天真善良的性格,堪称完美的女神,据说在漫画《107话》,有透露女神怀孕了能力指,战力六速度六眸略四特殊属性,天使时评价,必以身时一直都很迷, 拥有皇室血脉的女皇,拥有着墙壁秘密的知青者,也是所有墙内人民的精神最高统治者,南德三阿尼利亚纳德,名副其实的三无少女,也是相当受争议的一个角色吧,反正自从他变成水晶后,一直到很后面都没有他的戏份,身为女巨人的他实力上也是不容小视的,似乎有和三爷单挑的一战之力,其实他的个人魅力还是挺强的,不然超剧怎么会对他清新,也算是刀子嘴豆腐, 新的一类人,只是身不由己,出生在错误的年代罢了,能力指,战力十速度七,谋略七特殊属性,秘密十平架A,在马来帝国的爱尔迪亚人中脱颖而出,被马来帝国选为战士,接受高强度的训练,最后成为女巨人的接班人,拥有聪明的头脑和冷静的判断,曾经也怀疑过自己的所作所为,Nembers尤米尔身是相当惨的一个女孩,外表比较男性化,把她放在前面, 也是因为赫里斯塔的原因,作为赫里斯塔的CP,还是希望他们能修成正果的,但是导演并没有放过他,在尤米尔和莱娜一行回到马来帝国后,被下一任恶剧接班人直接吃掉,然后被剥夺了巨人能力,就此领变倒,其实导演这么随便的就让他变倒了,还是非常让人气愤的,能力指,战力七速度十摩略七特殊属性,毫无时评价B&O5萨莎布劳斯, 相当有萌点的白鼠女真正的吃货,不知道大家看过真人版进击的巨人没有,反正里面那段白鼠女的情节,也是把沃克军给震惊了,可可就先不给大家剧透了,能力指,战力六速度三谋六五特殊属性,时与时评价,B&O6寒吉所一传说中的科学怪人,怪癖很多,似乎是一个斗S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